河虾有称青虾日本找虾岛 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湖泊水库和池塘中 是优质的淡水虾类 体型细长长约1.5至3厘米 整个身体由头胸部和腹部两部分构成 体表有坚硬的外壳 整体由多个体节组成 河虾身体表面红颜色的部分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 虾青素 虾青素是目前人类发现的 最强的一种抗氧化剂 颜色越深 表明虾青素含量越高 广泛应用在化妆品 食品添加以及药品当中 日本科学家发现 虾体内的虾青素 还有助于消除因时差反应 而产生的时差症 并且虾中还含有丰富的美 对心脏活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能很好的保护心血管系统 它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料 防止动脉硬化 同时还能扩张冠状动脉 有利于预防心肌梗死及高血压 和虾美味健康 一般人群均可食用 尤其适应于心血管疾病 以及需要美容养炎的人群食用 那么和虾适应于哪些食物进行搭配呢 和虾和韭菜搭配 具有温中开胃 勤气活血 补肾助阳的功效 和虾和西兰花搭配 具有补肾液精 补品和胃 清理血管 以及预防筛老的功效 和虾和豆腐搭配 能够帮助人体加快新陈代谢 常吃还可延年益寿 和虾和大蒜搭配 具有温中健胃 消食礼器的功效 和虾和生姜搭配 可有缓解疲劳 乏力 厌食 失眠等症状 还有健胃 促进食欲的作用 在生活中 和虾还有哪些常见的做法呢 香酥小和虾 韭菜炒和虾 油爆和虾 和虾蛋饼 盐水和虾等等 反正